好我们来看到在红楼拉斯日前游民少女 他跟着父母亲一起到了圣巴巴拉省市集里的游乐设施 享受家庭时光 没有想呢 却在乘坐以360度高速旋转的芝加哥之轮的时候 直接被甩出了座位 好根据Twitter上流传的画面 当时现场民众吓得惊声尖叫 整个场面触目惊心 根据报道 年仅13岁的布列塔尼 他疑似因为惊吓而昏迷 整个人被转盘带着在空中转圈 并且在坠落之后遭到设施碾压 当场失去了性命 目前相关单位已经介入调查 游乐设施的安全性是否不足 还有相关人员应该要负的责任 泰国的南部三府 从16号深夜时分一直到17号上午 连续发生了十多起的爆炸案 而且呢这个发生地点 大部分都在便利商店 好不过还好的是呢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根据警方表示 这些爆炸明显是经过策划 目前正在调查爆炸的原因 好透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呢 整个玻璃招牌碎成一地 这起爆炸事件大部分呢 都是发生在加油站 又或者是街上的便利商店 警方表示 16号的晚间11点钟 当时有一名戴着口罩 身穿穆斯林女性服饰的人 走进店里之后 在柜台放下一个黑色袋子 并且告诉店员还有顾客 如果不想送命的话就赶快逃 好没有想到不到五分钟 这个袋子就爆炸起火 说好要收购推特 结果又反悔的特斯拉执行长 马斯克 17号这一天呢 他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说 自己即将要收购 英超慢连 结果立刻引发了话题 但没有想到四小时之后 他又改口说 这只是一个玩笑 好当然现在一举一动 都是焦点的马斯克 近期还特别为大陆的 网信办官方的刊物来写文章 由于网信办是专门审查 网路言论的单位 因此马斯克此举不但引发了争议 同时还遭到纽约邮报的批评 说他是想要讨好 和大陆之间的关系 马斯克与推特诉讼风波未了 17号却再度放话 我要收购英国足球队 曼联不用客气哦 全球百万曼联球迷难以置信 急动不已 但四小时后 马斯克改口表示 曼联是他儿时最爱的一支球队 但收购一事就是开个玩笑 他不久前才因反悔 四百四十亿美元的推特公司 收购案而持上官司 然而本已重申言论自由为由 要收购推特的马斯克 近日竟为大陆负责 审查网路言论的网信办官方杂志 中国网信上 撰稿分享一篇科技如何改变 人类未来的看法的专栏文章 成为第一位为中国网信撰稿的外国人 马斯克还发表对干净能源机器人 人机互动和火星移民等话题的看法 不仅在文中对大陆惊人的经济成长 无比赞扬 更表示自己欢迎更多指同道合的大陆伙伴加入特斯拉 纽约邮报也提出质疑 马斯克与大陆关系密切 疑似想试图讨好大陆的美国科技巨头 而这似乎与先前言论自由的旗号被盗而驰 引发外界议论抨击 据美国福斯新闻网报道 马斯克曾表示 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陆 在未来经济总量将会拓展成美国的二到三倍 要升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并强调为了与大陆竞争 美国必须停止内讧 记者陈立新报道 德国政府官员表示 德国计划延后关闭最后三座的核电厂 以便在俄罗斯限制天然气供应之后 会因应今年冬天可能出现的能源短缺的窘境 俄乌战争之后 民调显示了四分之三的德国民众是支持炎异的 法国近期饱受热浪的折磨 各地都出现了高温 没有想到当地时间16号竟然还下起了暴雨 结果一个小时之内下了相当一个月的雨量 因此当局警告了 这波雨势可能会延续整周 画面可以看到 整个大雨冲进了巴黎的地铁站 几乎已经变成小河流 民众只能够涉水前行 法国的消防局警告 长时间的干旱导致土壤干燥 如今再遇上大规模的雨量 可能会引起山洪爆发 只不过欧洲遭遇的是500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 连越来的高温还有干燥已经造成了欧洲重要的航道莱茵河 现在的水位呢已经下降到了新低纪录 货运量大幅锐减 就连重要的煤炭还有汽油都可能无法再运 这也让德国因为制裁俄罗斯导致的能源危机 现在更加恶化 满地死鱼平躺干旱河窗 而且还已经被裂洋晒成鱼干 欧洲遭遇500年来最严重干旱 异常炎热和干燥的天气 让法国东部这条河彻底断流 我们看到很多鱼死亡 其他还在悲伤 所以这就是为了几乎的测试 不过不只是小鱼 人民也面临粮食危机 法国西南部加隆河水位骤降 原本正常水位可以淹没成人头部 现在却迟到脚踝 这条河流不只必须灌溉农田 还得为核电站降温 当地的农户表示 预计今年收成将会损失超过三成 宽阔河道一半还有货船行事 另一半却直接见地 这是欧洲商业动脉莱茵河 受到雨量不足影响 莱茵河部分河段深度已经降到零 船只通行日益困难 导致货运量锐减七成五 如果持续下去 当地工厂可能被迫减产 或甚至暂时停工 我们有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例子 河南部的河南部 从河南部沿着河南部沿着河 船只达2200吨 现在还达600吨 这会显示 越少水越多 越多转移 不只如此 莱茵河无法载运煤炭和石油 将进一步加剧德国能源危机 德国原先已经遭到制裁俄罗斯反噬 国内通膨率不断飙升 能源也面临不足危机 如今恐怕还得面对 夏天热到暴 冬天又没暖气的窘境 记者综合报导 根据大陆环球网的报导指出 有一项在五大洲 22个国家进行的全球民调显示 有将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 大陆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大陆所推行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占了全世界人口有超过六成 这回的调查也显示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对于大陆的经济 都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好有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 大陆的经济快速增长 和领导人的决心 这当中是最为主要的因素 17号这一天 是中美联合公报 发表40周年的日子 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了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点 希望美方能够遵守一中原则 美方在执行一个中国原则上 采取了一系列倒退做法 大幅放宽美台官方交往约束 美台军事联系更去频繁 美国收台武器的规模和性能 不断提升 实践表明 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中美关系就能顺利发展 台海和平就能得到有力保障 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中美关系就会出现波折和倒退 台海局势就会面临严峻挑战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档口 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是冒险和不负责任的 希望美方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回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上来 将一个中国原则 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不要在歪曲 篡改 虚化掏空 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道路上 越走越远 好 美国发射了导弹 是针对大陆而来吗 我们带您来听听看 专家的分析解读 这个演习就比较特别 第一个 它的飞弹演习 为什么会最近突然发 是它故意特别针对吗 其实倒不是 他本来前一阵子就要演习了 他是因为 现在情势比较紧张 所以他要延后 实际上他已经延后好几次了 你知道吗 之前 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他也是先延迟 后来发觉 俄乌战争呈现胶着状态 他就失射了 然后之前佩洛西来的时候 他本来也要发射 算了先等一等再说 然后等到现在情势比较冷静 他再发射 那 请他注意到没有 他试验的很频繁 如果是怕老旧武器 久了不会动拿出来试试看的话 不需要试射这么频繁 他肯定是在试射新的 只是名字还是跟你叫民兵三席 这样掩人耳目而已 新的技术 对 一定有搭载新的技术 可是如果还有新的技术 照理来说 他如果想要 威慑他的敌人 他的对手 但他应该要讲出来 我这个是射最远的 我射最准的 我是这个打击能力最强的 应该是要这样才对啊 因为之前失败啊 对啊 对他之前试射这个 极音速导弹的时候一直失败 所以他要等到 真正技术成熟的时候 我觉得他才会赋予他正式的型号 所以他现在大概就是在一个过渡期 那还有美日韩在夏威夷这个演习 其实假设他们演习的是要 防御来袭的导弹 其实最好的演习场所在哪 当然是在东海或黄海外啊 因为飞弹就会从那个地方来嘛 直接一起来就把它拦掉啦 不是从北韩来 就是从中国大陆来嘛 要不然从俄罗斯来 你当然要在日本海 那个黄海或是东海这些地方拦嘛 所以你应该要在这些地方试 而且你就是未来的实战战场 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最好吗 是啊 那为什么不做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夏威夷去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个政治意涵泰国有强烈嘛 你想想看这样试射之后 日本跟韩国要怎么去跟老公讲 所以我跑远一点说 我跟你讲 我在夏威夷这个蓝导弹 跟中俄无关哦 不是针对你们哦 鬼伤心啊 不然还有谁会射导弹 当然还是知道有关 来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